Hello 大家好 我是策铭 这一期的视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OPPO R11的开箱商务体验 我们刚参加完了OPPO的新品发布会 然后R11的很多详细参数都已经公布出来了 但是它还没有公布价格 所以这台手机究竟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看看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开箱 我们拿到的这一台是它金色版的 其实这次R11它的外观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因为它很早就自己把它曝光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后面的详细参数 4加64G的 然后OPPO这回主打的也是拍照 就是前后2000万 然后我们开箱 这个阻拟感还是比较强的 首先就是主机 然后金色的 里面就是耳机 USB的充电线 它这次用的还是Voke闪充 不是Type-C的 是USB的一个 然后这就是它的充电头 我们看一下它充电头的详细参数 依旧是5V4A 好 我们先把这些配件都放在一边 然后来主要的看一看 这台手机怎么样 它还是使用了这样的一个贴膜的设计 就直接撕开 然后 对 没有了撕膜的快感 但是也很爽 好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它出厂是自带钢化膜的 就是你直接就可以使用 而且贴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 还有就是OPPO这次把前面板设计的非常简洁 就是传感器它都放在了听筒里面 然后这颗呢 就是它前置的2000万的SIMOS 依旧使用了这种妖元件的设计 背部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金色的 好 我们撕掉它的这个进网设计划 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OPPO的这个外观 确实是越来越好看了啊 然后大家也看一下它的这个R角 它这个边框这次的弧度非常的大 就是这个后背的 后背的这个边框幅度非常大 就是这个R角的部位 它这个R的弧度很大 然后也让你感觉非常的贴合手掌 摸起来的感觉非常的轻薄 再加上它整个的重量也比较轻啊 所以不错 摄像头采用的是IMAX398的CMOS 和R9S是同款 它的双摄依旧是用的 广角镜头和长焦镜头的这种搭配组合 没有用华为的那种黑白加彩色 所以这种广角加长焦的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实现两倍的无损的光学电焦 当然坏处就是就是凸起的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凸起的程度啊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总体的感受非常的轻软 好我们来开机 它机身震动的感觉是属于去年呀 前年这种手机普通的一种震动的感觉 它的那个转子可能模组不是非常大 不像苹果的这种Tepic Engine的这种震动感受啊 也还是之前的那种普通的震动感受 好我们先都来跳过 设置密码和指纹 它这个录入次数就和平常的一样啊 因为它这次采用的依旧是AMOLED屏幕 所以大家看起来的话 它屏幕可能会有一些偏色啊 实际上实际上它是没有偏色的 我们再来对一下 好我们进入使用界面 OK 而且它这次更新了这个Color OS 它也有很多主打的功能啊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发布会上说过的 那个针对于王者荣耀的一个优化 出厂自带的是Color OS 3.1 基于安卓7.1.1的 它这个拍照啊 我们随便拿来一个充电头 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对焦速度 对焦速度是非常的快啊 真的是非常的快 而且我们来拍两个看一下 成像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毕竟是主打拍照了吧 当然OPPO它的R系列毕竟也是主打线下的 所以说 它对于外在的一些体验 它会有很大的提升 比如它的颜值 确实是比R9和R9S要更漂亮一点 它用的这种威风天线带的2.0的设计 让你看起来 整机的一体感受更好 那台黑色的机器里上 一体感受要更强啊 当然就是外观 有一点 有一点像苹果啊 有点太像苹果了 所以说也开玩笑嘛 就说OPPO又把iPhone7 Plus发布了一遍 但是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售价啊 它搭配的是4加64G的存储度多 3000毫安的电池 OPPO这次幸亏没有说它是大电池啊 因为3000毫安对于5.5寸机身的手机来说不算是大的 当然它这次的SoC是骁龙的660 也就是全球首款搭载骁龙660的手机 骁龙660是非常省电的啊 采用了14nm工艺 其实625的那颗SoC就已经很好了 当然660的性能提升了很多啊 性能基本上是和骁龙820看齐的 而且要比骁龙820更加省电一些 好我们现在就去拍几组样张 包括它的前置和后置的摄像头 我们看看它拍照的效果怎么样 当然目前还不知道售价 这台手机给我的感觉就是握持感受非常舒适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拍照功能 一会我们来看一看样张怎么样 再一个就是性能体验 骁龙660究竟强不强 当然我觉得这是骁龙660对于不是性能档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啊 因为它足够用 再加上它也很少电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真的好优秀 我不要感觉这个技能 看我未经过的 是很不错的 算了 应该是不错的 对我们的步伤 我 retur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